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今天早晨 我們一起來敬拜祖 那這時我們同心底頭來禱告 親愛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謝謝你 因為你的愛遭聚我們 是我們在這裡 依此來學習你的真理 因為你的愛 是我們在聖殿裡敬拜祖 謝謝祢 謝謝祢 當我們行走的時候 祢教導我們 當我們躺過的時候 祢保護我們 當我們起床的時候 祢與我們談論 主 我們向祢獻上感謝 主我們要向祢說 我們在祢面前 我們是有福的人 主這時我們要互相學習 祢的真理 祢也是傳講的 聆聽的 同蒙祢的恩典 我們這樣禱告的是 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Amen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期待自己成為有福的人 就是不分任何年齡 或者是任何信仰的 我們都非常喜愛 福氣 甚至希望自己的生命 有恩典滿滿的生命 在我們裡面 所以呢 怎麼樣子 充滿福氣的生命 充滿喜樂的生命 就成為我們所求的 所想要的 那傳統上呢 我們會認為說 福是什麼 傳統上我們不外乎 福就是長壽富貴跟散終 但是我們有想過 如果有長壽沒有富貴的話 那會怎麼樣子 那看起來是有點悲哀 那有長壽有富貴 但是沒有散終呢 看起來怎麼樣 是有一些缺憾在裡面 那一個人什麼時候覺得他有福氣呢 有可能是功成名秀的時候 有可能是 有的人可能覺得是無子登科 有的人覺得是謹衣 鬱鬱時 可以享受美之時 或者是四處旅行 可是當這個榮耀 這個勝利充滿你的時候 我們可能覺得眾人會以羨慕的眼光 看著我們的時候 應該是我們覺得我們人生醉喜樂 而且充滿福氣的時候 好 求福是每個人都想要的 但我們剛才談到說 功成名秀謹義 玉石我可以享受美名 我想這個人 就跟我們劉長好剛才提到的 這個人應該是最有福氣 而且是最喜樂的 但是他的信念使他現在成為階下求 或許我們可以說 有一個正確信念 有一個正確信仰的時候來引導他 他的生命可能可以在社會上 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好 那剛才我們一起讀到的 這八福跟我們所傳統的認知的福氣 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甚至相互背比 顛倒 甚至套去年輕人的說法 就是他有點帶衰 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耶穌講述的這個八福的環境的時候 正是怎麼樣子 正是猶太人他們是處在一個極度缺乏 甚至是沮喪絕望的環境 因為他們怎麼樣 他們受了好幾個世代的大大小小的戰爭 有可能在當中顛沛流離 有可能甚至在當中受壓制的生活 所以這時候他們的百姓期盼 會怎麼樣子 一個天國的降臨 期待一個大愛的子孫 能夠用公平公義的方式來治理他們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畫 畫面就是耶穌在山上 那四周圍的門徒跟群眾都來聚集 但是耶穌這時候 卻是用一種平靜的口吻 來表述在天國裡面的八福 他首先就講了虛心愛痛的人 有多子了 當時他告訴了這群門徒 這群群眾這一個門徒要怎麼樣 要在這個環境當中 你雖然是受迫害的 雖然是受到逼迫 受到壓力 受到不公平不公平的對待 這些人可能是因為 這些人甚至怎麼樣子 是專心忠誠的依靠神 但是呢 整個大的環境卻是禍害 甚至使他們一無所有 但是耶穌基督在這裡還是承諾什麼 他們會得到的是一個上帝的拯救 而且這個拯救是充滿歡歡喜喜的 充滿平安 充滿喜樂的 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知道 有時候看起來是歡歡喜喜的 喜樂未必是真的可以讓我們 有滿足的喜樂喔 而他在這裡講的是說 要單單的在上帝裡面去尋求幫助和力量的人 那我們也可以提到說溫柔的人有福 其實溫柔的人很難跟榮耀去做一個串連喔 因為溫柔可能包含的是怎麼樣 這個人不太有武器 不夠活潑 甚至呢有點悲屈 所以他的畫面怎麼樣 他的畫面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他的畫面可能是柔順無力的 但是我們要去思考耶穌的傳道 耶穌傳道的工作不就是溫柔嗎 那同樣的這些反應在舊月的思想裡面喔 舊月思想也有提到說 謙卑的人要承受地土 以豐盛的平安為樂 其實他在這裡耶穌的教導 他不是用詮釋去壓人喔 我們都知道當一個人得到詮釋的時候 有可能會靠著 靠著他的勢力 靠著他所有的去逼迫人 但是耶穌在這裡教導這一群門徒 說有福的人是怎麼樣子 他們是不用詮釋壓人 而且是對應可能是謙卑、謙和、對稱的 那承受地土不是說我就是接受一個土地的本身 而是指說這個溫柔的人 他可能從不會在這樣的環境底下 不去做辯駁的工作 但是上帝把他們怎麼樣子 在適當的時機 沒把他們沒有去為自己爭奪的高位 去賞賞給他們 那個有一個德國的神學家潘霍華 他也有提到說 他有提到一句話 我覺得很適合我的信仰 他說因為溫柔以至於定時自駕 所以成為這個世界的新世界的帶領者 因為溫柔而被定時自駕 所以成為這世界的帶領者 所以溫柔 耶穌的傳道工作 溫柔也是耶穌應舉我們 期待我們門徒所做的 那他用什麼比喻呢 他用飢渴勿力為一收逼過人有福的 我們都知道 在那個中東那個環境 那個時候他們的工資 可能是非常低廉 廉價的 甚至整個大環境的那個 飲水的方便 飲水的環境是非常不方便的 但甚至活在一個很乾旱 很窒息的環境裡面 但是耶穌透過這樣子的生活比喻 環境的比喻 有可能他們一天所得下來的工資 可能不夠他們 他們不夠讓他們飽足 所以耶穌當時候 那時候的生活環境去做比喻說 門徒應該要對良善是可目的 要全心的依靠 因為我們知道說去依靠這個 上帝認為耶穌認為偏國 認為偏國 認為義所應該有的 而這個義不是指說我是好人 而是整個人生的方向 都是以上帝的旨意為義歸 有時候義我們認為的義有可能是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今天心情不不錯 我就對旁邊施恩 今天心情不不太好 就我把我這個形象的能力就沒有 他指的是普遍性必然的愛 一個公義的愛 普遍性必然的愛 那這裡有提到什麼 連續的人是有福的 這裡的連續 我就剛才有提到說 這種連續的怎麼樣 不是表面上對人同情 不是外表給予 而是要怎麼樣 用對方的眼睛去觀察去體驗事情 因為當我們這樣用對方的眼睛 用對方的眼光用同理性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不一樣的觀點 當我們發現 以對方的眼光來去看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也等於是 我們會發現 別人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我們 詩篇 詩篇有提到 詩篇的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六節 有提到說 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 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 有時候我們用一個連續的眼光的時候 就會發現上帝在基督裡面 要做的事情 要完成的事情 那我們也可以聽到說 因為他剛才我們提到 有讀到是 清心跟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 什麼是清心 誰是清心的人 所以他這邊指啊 清潔的人就是將自己的心意 完完全全的交給主 使上主帶主的去管理他們 他所指的可能是 專心意義的表裡一致的去忠於上帝 但他這樣子的時候 他所發出來的眼光 所發出來的事件 是不一樣的 我記得以前 如果你有受過植物的訓練的話 像我們可能這樣子走過去 或坐火車經過的話 我們就是看鐵花野草 但是我記得以前學校有個老師 因為他有受過植物訓練 他連坐火車火車在移動的速度 他都可以分辨那個野花野草 或者是去高山的時候 他可以去分辨那個繁花流 我們看起來紫色的 很不起眼的 但是有受過訓練的 就是我們看起來是野花野草 但是他卻可以分辨出 每一個種類的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可以說 耶穌在這裡講到說 當你專心意義的時候 當你專心意義的跟隨主的時候 你就 而且動機純正的是 他們必能夠見到上帝的命 同樣的 這樣的人 他可能是 維持和睦的 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成為使人和睦的人 其實是不容易的 如果說不是 有上帝的屬性在我們裡面 有上帝的屬性 讓我們知道我們是 他兒女的形象的話 否則我們沒有辦法成為 是願意使人和睦的門徒 我們都知道 我們光是跟家人要產生和睦 有時候就很困難了 但是如果是有從上帝來的愛 有從上帝來的兒女的屬性的話 怎麼樣 原本可能我跟我的家人 沒有辦法和睦的話 這是我看待他的眼光 我看待這件事情 我看待家人 我看待這件事情 我看待我周圍的 時常上的同事夥伴 我的眼光是不一樣的 那 耶穌在這裡提到的那個 八福的那個 他所論述的 並不是指說 將來要成就的 或者是用一個很模糊的字眼 下去說 他說的是怎麼樣 在生活當中 在生活當中的應許 他講到的並不是未來世 他講到並不是來世的榮耀 而是在現在 只要是門徒 你就可以進入這樣的狀況 我們有提到說 我們剛才讀到他沒有用可能 他也沒有用會得到的 他用必 剛才我們都有讀到 他必賞是什麼 他必賞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說 說完這個八福 我們可能會想到說 思想說 有沒有事實上說 這個這樣子的地方 可以容許這樣子的 當時耶穌說的團體 那 我們都知道 在最貧窮 最溫柔 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各個他的十字架上 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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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發出來的 耶穌強調的律法 他的精髓 是愛 是恩慈 當時用的法利塞人 用律法的時候 認為聖結是最重要的 忠心 而且劃清界限 但是在這個 這個八福的律裡面 上帝要求的聖結 就是憐憫跟愛 沒有從基督來的愛 才能夠帶領我們成為豐富 成為有福的人生喔 因為我剛到髒話不久 然後我發覺 來髒話之後 好像好多事情發生啦 可能是譬如說 民生使用有的問題 他的總公司是在髒話 然後呢 我又發現這週 有總統的那個社會事件 也在髒話 所以教會弟兄姐妹 教會弟兄姐妹有一個弟兄 我覺得弟兄姐妹開玩笑說 你不知道那個髒話是很髒的嗎 但是 我想還是 由上帝的作為 有盼望在裡面的喔 這個人我覺得他是髒話之光 在所有我們最近一打開電視 我們看到 各個媒體什麼檢調單位 名稱使用油 或者什麼東西 都跟髒話有關 但是我覺得這個人 這個是髒話之光 他是誰 那個人應該很清楚喔 他是一個宣教士 當初就是聽那個謝偉牧師的 那個 談論到有關台灣的事情 他就自己一個人 一個弱弱的女子 然後就買了單層 就在台灣 在我們彰化這邊 去照顧當時有很多肢體障礙的小朋友 甚至成立了喜樂保育院 他活出了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看起來是代衰 那個看起來是違背常理的 違背常理 違背人人所追求的福氣 但是我們想想 他活出上帝的樣式 活出上帝剛才在八福當中所應許的 這樣的人要成為有福氣的人 有時候我們看生命為有福的 我們有想追求的 卻不一定是整理 怎麼說呢 我們可能可以用錢買到舒適的床 但是我們可以買到好的睡眠嗎 好像沒有辦法 即使那張床是獨立筒的 或者是 什麼 現在不是獨立筒 現在是那種薄薄的那種墊子 可能也沒有辦法 我們可能買到珍貴的股品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得到 有優美的生命 我們可能可以買 滿名貴的樂器欣賞 但是我們未必有快樂的心情 所以當我們再去追求福氣滿意的時候 有可能怎麼樣 有可能這些福是假的 但是氣是怎麼樣子 是真的 有沒有可能 福氣 福氣 有可能有福 福是假的 但是氣是真的 其實耶穌所談論的八足的共通的特質 不過就是 我們 如同我剛才說的 我們要專心尋求主 活出基督的形象 專心尋求主 活出基督的形象 這是他對當時的門徒說的 也對跟隨他的人說的 我想這一個 剛才我們舉的這個 馬西的領事 聽他也是專心追求主 活出基督的形象 那我們可以說福怎麼樣 我們中國文化 華人的觀念 最喜歡的就是說福 但是我們有沒有去想到說 其實福他的部首是世部 就是以神的部首查字典 國小學生查字典都知道 是以這個部首為首的 我覺得那個中文造字很妙 這也不是真的 就真的是告訴我們說 真正的福是從哪裡來 從上帝來的 而且怎麼樣 耶和華所似的福是十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 我們剛才最前面的拋棚的 那個主角 他可能有很多 大家看起來是很好的 他想做什麼 我們大家很想要的 他都有 但是他如今 他是憂慮的接下求 那這個福呢 也是讓我們 不只是賜給我們富足 更像我們今天 我們另外一個 我們剛才談到的 馬西的女士 他願意領受這個福 行出上帝所要我們 謙卑行公義 好靈敏的福 在當中 所以我們可以說 怎麼樣子 既然我們知道 雲頭從哪裡來 那是不是應該要 我如同真言所說的 唯有喜愛 耶和華的慾法 奏夜思想的 正人便有 我們一起同心 必托來祷告 樂意賞賜各樣豐盛的主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 主謝謝你 謝謝你 在我們不明白的時候 你把各樣 在創世以前 量給我們每一個人的福分 都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透過耶穌基督賞賜下來 主你幫助我們每天靠著耶穌的恩典 靠著復活的大能 活出 活出我們不一樣的生命 活出一個 看起來 是一個 一無所有 但是卻使 我們每一個人 豐盛的生命 主也 當我們願意進入到這樣的生活時 主你要將各式各樣的 屬天的豐富 屬天的福分 豐豐富富的加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主也幫助我們 每天在你的愛裡 活出你門徒的樣式 主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不單單拱選 長職 傳道人 保護者 成為他的門 沒有 上帝拱選每一個弟兄姐妹 成為 他有福的人 成為他的門徒 這是我們用這首歌 來回應 上帝對我們的簡訊 上帝對我們的愛 上帝對我們的愛 視頻 尚 незI 在私宗上線 愛你 是我的喜好 一聲 Local 一生清白你 一生爱你 一生拥有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再一次跟随着 祈祷你 奥贵耶稣 你爱和能的感甜 我的心是神秘的心 爱意是我的心 一生爱你 一生清白你 一生爱你 一生拥有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亲爱的父母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谢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被你减权 被你所爱的门徒 祝我们也愿意 回应你对我们的爱 祝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保持祢 祢所所 嗓似的 样式 祢所 其耐门徒 行功力 好怜悯 祢所 先輩的心與祢同學呀 神父 主我們要說 我們願意回應祢 回應祢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謝謝祢對我們完全的愛 謝謝祢 我們將祷告是公主耶穌的聖靈感恩 阿們 神的愛充滿你們 阿們